东南亚运会是东南亚大型的比赛 也是我国所忠实的棋义国际赛事 代表我国体育舞蹈项目的选手们 正在准备早晨的训练 其实在这一次新游戏里面 其实我们的训练方式跟以往的训练方式 会有一点有所不同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一定要以 WDSF的世界总会的那一个标准 比方说他们会用这个AGS系统 AGS系统就是这个 absolute judging system 他们会用technical quality 他们会看music to movement 他们会看partnering skill 他们会看choreography and presentation 所以以这四个component 所以我们每次在跟他们训练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他们的自己的本身的技术 是达到这四个criteria的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每一天早上六点 就是会来到学院 而且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其实我本身是住在靶神 然后我的partner其实他是在芙蓉 然后就是大家其实都来自不同的城市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比赛 为了我们的成绩 我们就是travel过来KL 然后到了KL过后 我们就是每天早上六点 然后就是开始跟我们的教练训练 然后到十一点 然后我们可能吃一个早餐 然后过后就开始上课 上课了过后就有教课 教课了过后又再继续训练 然后一直到网上几乎都是找出网归 这样当然主办单位也会提前先跟我们说 这次的场地是有多大多大 所以其实一般的店面 我们讲马来西亚的店面 其实是没有这样大的 除非我们拿工厂或者是学校礼堂之外 所以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选手呢 这一次其实是我们只能通过最经济的方式 找到这样子的大这样子的宽度来给他们练习 这样当然我们找到最方便他们的 而且我们又要是七早八早六点七点这样子开始训练的话 我们也只找到我们的学院附近的这一个 Open Car Park 这个停车场 然后同个时候太阳出来了过后 我们再回来学院这边 我们再继续进行每一步的这一个动作的分解 动作的分析跟动作的每一个进展 选手们完成早晨训练后 等着他们的就是体能方面的训练 那么其实很多年前到现在 其实我们的国家 它是承认着一个运动 可是不怎么被受重视 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这一个运动 它比较敏感一点 就是会有男生跟女生有触碰到的地方 而且我们的衣服带一点 比较性感一点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国家 他们也很难去扶持或者去帮助我们这些运动 这样当然因为其实这个运动 讲它新也不是很新 讲它很旧也不是很旧的运动 它就是一个政府或者是大众 不是很了解的一种运动 就是因为通过我们的体育舞蹈总会 Malaysia Dance Shop Federation的推广 这样当然还有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角色 是一个 Sports Director 在国家总会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都很努力在推广给政府 里面的政策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改变 他们同时候也是开始说 其实我们觉得体育舞蹈是一个不错的运动 其实也有很大的潜能 所以就是因为通过这样子的话 他们也开始让我们接触了 MSN which is National Sports Council Majisuka Nagara ISN 就是Institute Sukarnagara 所以ISN他们就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给他们介绍我们的体育舞蹈 有拉丁 国标 跟皮立舞 就是Breaking 所以 也是因为通过这样子 他们有更深入的了解整个舞蹈 Sport 同时他们更了解每一个运动员的动作 所需要的要求 他们怎样才可以达到他们更好的标准 而且是用科学的方式 跟他们的科学的研究 因为National Sports Institute 其实他们本身是有很多的工程 其实是挺进行的 所以其实因为也是经过这一次的 SEA Games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ISN 其实他们对我们的认知 对我们的研究开始要来深 即将接下来的话 其实有更多的计划来临 所以其实我很相信 就是未来的选手都蛮不错的 其实国家开始重视体育舞蹈 Dance Sport这个板块 为了提高选手们的技术 蔡教练安排选手们远赴意大利 与各国精英一起进行训练 我觉得在意大利那边训练 跟在这里训练 最大的分叠其实是我们氛围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训练的时候 有很多很强的对手 所以当我们跳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放松我们自己 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去做好自己 以前在电视机上面看到的那种世界冠军 只能在电视机上看到他们赛 可是自从来到Mindas Sport Academy后 华教练也有带我们出去 去认识这些老师跟这些老师上课 然后原来才知道世界是那么大 然后我们也有机会跟这些那么世界级的老师来上课 所以其实真正收到通知 我们会代表国家去Sea Games的时候 其实是三月左右 其实Sea Games本身在五月 严格来说我们其实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这整个过程 那当然同时我们就紧急的快点做好计划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需要的不是只是在国内的训练 因为我觉得他们更加需要的就是国外的氛围 因为两年的疫情其实影响了每一位选手的心态 技术 体能 种种的东西 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往年比赛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去大型比赛 我们都会先去意大利的一个训练 那意大利因为那边本身就是他们产生了很多世界顶级的选手 跟很多世界冠军都是来自意大利的这个国家 那当然这一次呢 那 before 这个Sea Games 我就很强力的推荐他们去这个 这个意大利的训练 所以就是因为在这里的话 他们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选手的训练氛围 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科技跟他们的知识 和他们的训练的方式 所以就是因为也是这样子让他们开窍了 然后他们去Sea Games 我应该更加 Fully Prepared Mentally Physically 所以其实是技术上也是有大大的提升 结束意大利训练 选手们并没停下脚步继续训练 很荣幸F45愿意赞助选手们 能在比赛前给予体能上学后冲刺与训练 因为去了这个F45 他们在我们的体能方面 然后运动员的线条都帮助我们很多 我们也因为去了F45 我们会觉得我们身上的肌肉比较强 然后当我们在做一些舞蹈动作的时候 有爆发力跟力量 这一次比赛的五一 设计概念是以老虎为中心 对于这一次的Sea Games 其实我们也是在他们的服装上面 其实有给一个建议他们 就是他们可以穿一些比较象征马来西亚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的这一套运动服 就是以我们的哈里曼马拉雅 就是我们的国家的象征的一个动物 就是我们的老虎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也是跟他们说 其实不是每个国家都是有一个动物的象征 其实我们都蛮满意这几届的国家队的服装 其实都很漂亮 通过这样子我们也想说 不如选手的女生的衣服 可能可以以老虎的这一把特征去量身定做 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designer 就是有跟他们沟通了 可能可以做一套有代表马来西亚的老虎的象征 这样同个时候其实也是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子 他们可以更加的代表马来西亚的这个感觉 跟这个味道出来 我们在这边 那么其实看完他们训练过后呢 当然其实他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就是他们可能还需要加强他们的爆发力 他们的定点动作 可能他们的延伸动作 就是他们的stretching 然后他们的脚底功夫 或者他们的脚背的这个动作 干净度跟他们的动作到不到位 那其实我当然希望他们去那边的时候 可以展现他们最好的 因为往往很多时候选手 他们是在训练的时候很OK 可是去到比赛的时候 往往可能会不会去试水准 因为可能紧张压力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在心理上的辅导 也要帮助他们 这次C game比赛呢 我和我的舞伴 我们的目标是 离马来西亚的dance board 在下一个铜牌 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争取到 马来西亚top 2 然后是可以去那个C game的 不过某些问题 没办法出席 所以是一个遗憾 希望这一次不留遗憾的 拿到我想要的成绩 来 休息 来 休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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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我身为这一个 Team Manager 角色呢 就是我要照顾他们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体育舞蹈 Dance Sport 的这个团队 From A to Z 帮他们去开会啊 去政府部门啊 去奥尼比克总会啊 就是常常跟这个 Government Official 开会 讲我们的选手的状态 就是 You know Update Everything Plan整个Process 读他们去C Game 就是我一手腰包半的 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类 那当然另外一个角色呢 这样当然我是要照顾 选手我要照顾当下的那时候的教练啊 所有的可能我们的VIP啊 如果跟着去的话 这些都是在我的范围里面 所以当然他们的安全 他们的所有的设备 所以所有的行程都是我要一手 就是拿捏好 所以当然他们去的时候一切都是顺利 他们只是去那边训练拿成绩 那个是他们的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确保全部一切是顺利的 那当然工作范围其实当中可能有包含的 Check In 啊 最重要就是我们有 Team Manager Meeting 啊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抽签的这个环节 抽签就是因为有好几个国家嘛 所以其实用电子来抽签可能又会有人投诉 那当然全部就用 Manually 咯 就是我们用手这样子来抽签 所以我们就抽看可能我们的选手 谁先谁先出 他不是看 Alphabetical Order 他也不是看你是哪一个国家 他不是 ABC 这样子跟着排的 他们是抽签的 那当然这个真的是很讲究100%的运气了 这一届东南亚运会举办国是越南 举办地点在河内 选手们能提早一天到比赛场地暖场 以及熟悉比赛的场地 选手当时我看到他们的训练的时候呢 他们大部分的选手其实都已经是在一个很 positive 的那一个状态了 其实他们就是很兴奋想要展现他们的舞蹈 当然对于这一次的 SEA Games 我们所有的八位的选手 他们其实是第一次参加 SEA Games 要根집偕些 diversity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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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 两位世界冠军为了支持我国选手们 特别从意大利飞往越南现场 在比赛前到后台给予我国选手们支持与鼓励 终于到了这个时刻 我国选手入场 开始他们的比赛 为了支持我国选手的比赛 选手们的亲人也纷纷到场 帮选手们加油打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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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体育舞蹈项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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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